以下来,你会看到昨晚黑恐怖在线最精华、最精彩的部分 当然,如果你想看完昨晚全集的节目 上回我们的网站,就用我们的付费会员说话 当然可以看完全集 星期二晚恐怖在线 好,欢迎你的收看 今晚开播的时间 有少少网上的东西 就跟大家讲一下 我想问大家 听的声音,有没有古怪的? 没有吗?正常是吗? 好,是不是正常? 好,没问题了,正常就行了 先问一问,我有点不正常 我发现今晚是我听的有点不正常的声音上面 不要紧要,你们听一下正常就行了 好了,昨天呢 对不接,没问题了 都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打水的东西 都多谢大家 都知道这些五时水 是限量发售的 拿了多少回来就得多少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觉得有需要的话 继续上回我们mmpoint.com 你会看到一条Banner 按进去就购买了 因为都真的限量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就要尽快 还有我们发货的时间 一定会在每年农历七月鬼门关大开之前 你就会收到 肯定的,每年都是这样的 所以特别就是 希望等大家知道这个鬼月 有些是旁生 由于我们不是一拿了就立刻用 因为虽然是一个 没什么污染的溪水 应该是一个瀑布水 但是始终你不知道它哪里流下来 都可能有些细菌等等的东西 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必须要拿去工厂里面 做一些过滤 消毒 然后再加上七色花水 所以才能够发货 这个必须大家就 期待一下 好吗?我们现在正在开工了 工厂的同事 Rebecca已经很忙碌了 每年这个时间 好,没问题了 好,另外一件事 今天要跟大家讲了 因为香港网聚完成了 下一站就会到澳门 今晚有澳门的观众吗? 好吗?观众有没有在 我们今年定在7月13日 星期六就会过大海了 今次我们搞这个网聚的地方 跟上次的餐厅也是一样的 去年有来过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如果不知道的话都不要紧 其实都很易用而稳 再跟大家说 一些食物又非常好吃 一些泰国菜 我们再跟大家说 究竟有什么吃 因为网聚都要告诉大家 多少钱 还有吃什么 所以都很公开透明 明天就应该会正式上架了 即是说如果想参与澳门网聚的朋友 明天在我们这个网站上面 是不是声音有点怪怪的? 有点怪怪的? 我就觉得很怪的了 你们觉得没事就行了 明天就会上架了 关于我们的澳门网聚 希望大家一起来 上次在香港我都见到一些朋友 特意在澳门过来 今次就不用了 我们就过来 一起玩一下 吃一下东西 拍照 希望大家到时在澳门见 除此之外 下一回合就去到马来西亚 现在就在计算期 希望可能是8月份 我们今次都会继续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会不会去到其他地方呢 就再决定了 好了 我们今晚有嘉宾的 电话旁边有山顺师傅 师傅你好 今天呢 就要讲一下你在这个地方 都很熟悉的 就是大埔区 是呀 没错 主要大埔区20年了 很熟悉的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集中讲回 就是一条屋邨 因为呢 我就打算去拍一下 那这个屋邨呢 因为有一个单位 就上了报纸 去年有新闻已经出了 那些房处那些呢 就说有什么特快可以上楼 大家都知道什么事 是啊 没错 我也见过 就是那些事故单位 那我就在节目里面说 这个就很厉害的 正是说了 number 那些新闻里出了 number 是多少号 那样 四个 number 四个 number 四个 number 是呀 十三楼 是啊 没错 先看一下一些资料 就是大埔的广福邨 广人楼 是 是的 这个广人楼 那样都有 number 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我就是发现 你这么凶猛 还要说是免租期 直接不用 只是 我免你 好像十二个月 我就看清楚了 就是你一年可以 所以不用被租 好像是 我马上看 是的 那为什么都没有人去住呢 发生什么事呢 但是找回资料 又没有什么 仍然不知道发生什么 凶案 但是它是写凶案的 是啊 它是写凶案的 所以不是人工品的了 这件事 所以呢 我就说一下 不如会不会有些 什么的资料 可以快点 令到大家知道 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啊 它不是年租 它是优惠 十月个月 是 租金优惠 是的 在1988年 就发生凶案 嗯 可能历史太悠久了 88年的事 不知道是不是在资料上面 找不到 还是怎么样 或者很多人都忘记了这件事 是啊 太久了 是啊 那不如呢 我就说 啊 师傅既然你对广福邨 或者大埔那么熟 或者你有些经历 那我们一边谈一下 看看会不会将这条片 我们放回到YouTube 多些人呢 给一些资料 也好啊 是啊 好 那你首先都不知道这件事 是不是 八百年 这件事 太久了 太久了 是啊 那我们就开了它 但是你对广福邨 为什么会这么熟 因为本来说 我就应该这么说 我当时98年 我就搬去大埔了 是 那其实呢 我的朋友身边 每个人都住不同的村 广福邨 富善邨 富亨邨 这些都很熟 其实我小时候到处去玩 其实大埔广福邨 可以说是大埔最历史悠久的一条村 那条村 基本上我记得 应该是83年开始就入伙了 是 那条村有八座楼 那些八座楼来说 都有不同入伙的日期 那特别来说 那些井字形高屋 最传统那种 你知道啦 中家国井字形的那些 就最阴心恐怖的 没错 最多一条楼 没错 那我去那些朋友家里玩 他带我出去走廊 我就觉得 哇 为何这条楼又黑又暗 哇 接着又听朋友说 常常有人跳楼 他又说 喂 樓下天井是常常跳楼的 搞到我常常印象很深刻 对于这些屋邨来说 自小在这些地方 就看到很多这些问题 那其实大埔广福邨 你说是否一些 很多有艺术能长的一些故事 或者很多人都很印象深刻的鬼故事 又不多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但是他发生的命案的数量是非常之多 我们先看看 看看资料 究竟有多少凶宅呢 基本上你打 任何一条屋邨都说 什么凶宅 就有一个网 是 基本上呢 他就列出了出来 但是我常常都说 这些资料 网站资料 不可以尽不信的 是 没错 你只可以说 是有少 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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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多没有少 是 因为一定有些不止的 是 是啊 基本上他就算一算 四十多宗 基本上 是啊 至少有两三板 就是我看出来 也有两三板 是啊 特别是九十年代之后 你看到他数了四十多宗 而当中你会发现 有几座楼 有几座楼 是特别多 这些所谓的命案 例如我先数一下 港人楼 你所说 刚才是1988年的大宗 另一宗就是 港平楼 以及港右楼 这几座 其实都是井自然公屋 其实都有很多 但是港人楼 不是井自然 而是一字形的公屋 但是呢 近这几年来说 我发现 我亲身 见过一些命案 都是发生在港右楼 比较多些的 亲身见过命案 是啊 没错 其实就是 一宗跳楼案 其实当时 我说应该是 十年前 我不太记得了 应该是2012 2013年 那段时间 我就坐巴士去港福村 嗯 那幅村 大家不知道 知不知道 如果是住那些村子 已经很熟 有一辆巴士去港福村 嗯 那巴士站 就在港云街 就有一个站 嗯 那对面就是云福苑 那其实 那时候呢 我坐上层 那应该下午 大概是 五五六点左右 这段时间 嗯 那我当我去 我前排的那些 那些 太太太突然尖叫 嗯 哇 这样 好可怕啊 这样说 那我个个人当然是往前面 那块是大方波里外面 那我看到 那一个港右楼的下面 那篮杠有幅长的 嗯 有一条 很长很长的血痕 就流了下来 那些血还很新鲜 就是刚刚滴下来 是的 那我们就看到这些情况 我就看到 哇 那难道有人跳楼 嗯 后来我们的巴士停了站 之后呢 前面就是那条血痕 那我们个个就走到前面 八卦一下 那些学生又在那里喊 然后我还记得 有些阿叔在那里说 哇 你看到我的头啊 这样说 哇 那一刻我都不敢看 因为知道这些 通常不要看 一看到的话 就四目交头都很糟糕了 只是你在巴士上面 在巴士上面 是 但是也很害怕 后来因为要下车 是啊 那我想一下 多人不要下车 是啊 遲一个站 遲一个站 去总站才下 有些人都不敢下 有些人下 后来巴士 司机又再开车 一开车 一经过了 那条血痕 就很新鲜 那这件事到今天为止 我还记得很清楚 就是在2012年发生的事 那件事 好了 事后好像有件事 跟这件事 懷疑有关联 是吗 是啊 没错 因为我几年前 在一个饭局 刚刚认了一个朋友 他也是住在这里 他就跟我说回一宗传闻 因为我说起这宗 很令人害怕的 这宗座幕的这宗跳楼窝 那朋友就说 哇 我有件事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我听过 那些朋友说回来的 那你问我听不听 我说当然听 吧 八卦一下也好 那他就说 原来以前 我不知道几年前 追索不了 这宗都听回来 他说有一对男女 应该是年轻人 那男女就送那女孩回去 那幅村 嗯 那女孩当时就住在弘福远 就是弘福远 就是弘福远 就是那幅村旁边的一个居屋 那男孩就不是住那条村 那他晚上送了那女孩回去 弘福远 那里 正正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那巴士站那里 那里面 他说女孩下车之后 那男孩就见到 那个 有个花槽位 就是正在跳楼的位置 有个男人就 就 就 就是 他弯低身 弯低一条腰 就在一个花槽上 好像在找东西 嗯 那他没有在意 但是他想一下 看他的标 已经10点多了 那为什么有个傻子在找东西呢 那他就问他的朋友 喂 你看到一个傻子在找东西 那女朋友就看一看他 大家就好像 好像不知道 你这样说 那他又看不到 那他就没有在意 那他就送他回去 OK 好了 过了这些日子之后 那男孩又再送他 那女孩回去 那地方 那一位置 下车 又见到 这个有个男人 又是 在身上 在花槽上找东西 这次呢 他就醒了 他就叫他女朋友 喂 你去看看那边 看清楚 那男孩上次的男孩 又是这样 在找东西 那女孩就看不到 他就跟他说 你说什么 你不要吓我 你明知道我最怕这些东西 你吓我 不是 真的 不是啊 真的看到的 你相信我 接着这一刻 那男孩 在花槽上 起身了 原来没有头 是 是 就是 可能是这样的 这件事令到我听完之后 觉得 咦 会不会跟我 在十年前看到那件 跳楼有关呢 真的正在那一刻 真的正在那一刻 是啊 其实大家上去网站 找到报纸 都找得到 在Google 找到出来的 这件事 想做清楚 有条件在那里 但是这件事之外 差不多到九十年代的时候 有一宗枝解案 也是在那边附近的 是的 令我想到 究竟 会不会 跟这件事 究竟哪一件事有关 我都在想 但是枝解那个是男士吗 又是 枝解那个是男士 因为那时候 应该是1996年 发生的 有两个年轻人 借桂里 嗯 那大宇龙要收费的时候 他就叫了大宇龙 去大角嘴 一个单位 和他说费 怎料这两个年轻人 杀得盛气 把大宇龙杀了 在那单位枝解 然后把他 不知道为什么 拿回大宇龙村 廣二楼地下垃圾站 弃尸 蛤 大角嘴回到大宇龙 这件事很奇怪 而且这个 廣二楼垃圾站 其实很接近 刚才我说过的 而弃尸之后 没人发现 这个残枝 就送去堆填区 从此找不回 就是这样 咦 这件事有没有听过 其实也很出名 好像有可能听过 所以你不知道 究竟是你见到 那跳楼事件 还是这个枝解的男士 是吗 是的 他找回头 我不知道是否这件事 所以我到今为止 都觉得这件事 他那个传闻觉得 当然不知道是真命假 这件事是故事 但是你问回我觉得 真的有些关联 可能有机会 好 好 那看看有没有村民回应一下 但是 讲到这个地方 看回我们 自己节目的历史 曾经 我们去过 一个商场厕所 是啊 我看过 我看过 我看过这件事 就是子羽 当时子羽 还有Karen 我们的朋友 都是观众 我不知道她还有没有看 是 可以重复一点 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要去 原来当时应该是收到一些资讯的 好像是在一些 网络上 应该是这样 看一件事 因为过去这个礼拜 这天 不停有些人 就传这个资料给我 就CAP了一个讨论区 大部在Facebook的讨论区 我说什么呢 就说是这样的 其实 我一直都知道 这个屢次有东西 因为有朋友 跟她家人都试过 还有一直听不少传闻 但是真的忍不住 急就去了 刚才跟妈妈进去 我两个突然都听到 有把女声唱歌 那都以为是对方 一把很温柔家品文静的声音 有点音乐 我就说 你没有唱歌吗 妈妈就说 什么 我以为你唱 接着就知道 GG了 我肯定那女子 像没有第三个人 有没有人入过这个女次 有经历呢 广福邨商场二楼女次 Hello 有没有人啊 你不要这么轻挑 撑你 有个关了门 很害怕 你跟我们刚刚说的 逐格逐格 哇 哇 你不要这么大力 行啊 大路啊 喂 他的门很坏 慢慢来 好 好 有个唱歌声 他说听到唱歌 这个又关着 为什么全部都关着 很害怕啊 又是关着 你试试开 OK 不用怕 喂 妈妈叫你拍第二格 第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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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害怕啊 先叫她进来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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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光芒而已 又不至于 是啊 很光芒啊 是啊 那我们就 看回少少片段吧 师傅 是 那当时有人传闻 就是这个厕所 有些怪声 一些怪的东西 是 上Facebook 嗯 是啊 那我们就去 那当然又拍不到东西 嗯 就没有的 照计就是 我记得当时就没有的 所以叫做看一次 是 是啊 那所以这个村 除了很多 跳楼事件 那商场又有这样的传闻 那你觉得是什么事呢 是因为真的 是那个风水或者找看新的事件 还是怎么样 你刚才所说的这些原因 也有理由的 还有有可能性的 因为最主要来说 这条村子很旧 周老实说很旧 还有来说 其实我也是那句说话 风水呢 其实不是就是说 本身是一个单位的问题 你的单位外面的链头影响很深的 比如我刚才所说过 就是说 本身有一些井字形的公屋 基本上是多数出事的 一定会的 那 另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说 单位来说 外面的环境 如果看到一些所谓的回旋处 嗯 这些其实也是会令到 有机会是跳楼 所谓的承索水 这些有机会都是跳楼的 是 而这个港幅村里面 刚才我所说的 那两栋楼 港右楼和港平楼 外面正正就是有这些回旋处 是的 所以其实那些特定位置 你会看到特别多人跳楼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港右楼 其实大家不知道 如果住在那些屋邨的朋友 应该知道哪个位置 是最多人烧家衣的 其实就是在港右楼 外面的平台位 现在有个叫做 流动图书馆 那个位置 是的 那是很多人烧家衣 而且我朋友 说了十几年前的时候 他住了一头 他一到那个商场 走出去的平台 他都不敢走过去 特别是 農曆七月十四 很多人烧家衣的时候 因为他看到 他的眼睛 是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 他就看到 咦 没有了 而是看到最精彩最紧张的部分 就被人sharp cut了 是的 真的不好意思 因为你还差一步 差一步 这个QR code 就成为了我们的付费会员 当然 月费会员 就会推上全集的节目 究竟嘉宾说到 下面的部分 会是怎样的呢 等你慢慢发觉 好